三星在10月份举办的Gloxia系列新品发布会上,除了带来了首款后制四射的Galaxy A9S之外,还曾确认了Galaxy A8S的存在,并表示其同样将会有一项首次在三星上。 机型上出现的技术,而在此前众多爆料出现之后,所有消息都指向这款机型,将配备三星刚刚公布的Infinity屏幕设计。 日前,根据这些传言所制作的Galaxy A8S渲染图已经出现,也让我们得以提前看到机器身正面的屏幕效果。 从此次出现的渲染图,我们不难看到Galaxy A8S,只有可能将会用上Infinity屏幕。 与目前的异形全面屏设计不同,这一设计是挖去屏幕左上角的一块,用来安置前置摄像头,其优势就在于能够没有任何的多余的挖空位置,因此,在屏价比上的表现,也将更为出色。 并且在渲染图中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,由于屏幕四周定框的出色控制,其在屏占比方面,即使是相比目前的Galaxy A4-9系列也有着更高的表现。 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显示,Galaxy A8S,或将搭载高通骁龙710主控,配备6GB内存,并配备后视三色模组。 这也就意味着,其将定位在中高端视察,或是仅次于旗舰级的产品。 但由于目前官方还未公布这款机型的详细信息,因此其是否与传言保持一致,则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确认。 本文图,片来自网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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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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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